哈喽,大家好,我们今天来一起了解一下小提琴这个乐器 应该说小提琴是一个非常难学的乐器 很多朋友称小提琴为入门门槛最高的乐器 今天我和中国爱乐乐团的小提琴家江帅先生 也是我们中国爱乐乐团的助理首席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小提琴这个乐器 来江帅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中国爱乐乐团的江帅 江帅,你从学习小提琴到现在有多少年了 我是从四岁开始,今年三十二岁 二十八年了 你觉得小提琴这个声音的特点 特别是通过运功之后这个声音产生的变化 你对音色的这种歌唱性是怎么理解的呢 变化的特点主要原因就是弓毛 首先你比如说如果我用很多的弓毛 比如说 可以发很大的音量 但如果我用一半的弓毛 我侧过来一点就 它音色就不一样了 对,音色的变化 就像人说话的语气似的 对,就比如说你好吗 和你好吗 对 对吧,这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 而且源自于我们的右手 右手对音色的控制 弓毛的运用 力量的运用 然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从运功的角度上来讲的话 如何让小迪琴发出特别好听的声音 小迪琴的持弓是非常有讲度的 首先它的受力点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但是有很多不同的理解 它的受力点应该是从后向前的一种 从后向前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习惯于说 用小指和鼓指去持这个弓子 也就是说它实际上的受力点是在这个位置上 比如说你应该感觉到 你拿弓的时候是 是这两个手指是很利用 这样出来的音色它会更扎实 对 更有力量 那相反是如果你是压出来的呢 它会声音比较扁 对 所以说它的这个声音的好坏 跟这个弓子传导的受力点有没有关系 首先第一拇指一定要拱起来 不能是扁的 拇指首先不能是扁的 其次小指一定要起到承载的一个力量的作用 是这个力量是从后 从弓根传到弓箭的 没错 是这个 其实很多朋友都觉得学小迪琴 可能至少要十年才能够给亲朋好友们 演奏一些好听的歌曲 其实可没问题 差不多吧 要演奏到一定水准的话 十年差不多 真的演奏到非常好的一个顺者之下 是 但是能给亲朋好友演奏 就普通的 一开始出学应该说是非常困难的 那你能够给一些这个建议给我们的这个初学者吗 初学者的建议就是一定要规范学习 如果有些老师特别注重基本功的训练的时候 他会觉得比较枯燥 比较发 对 孩子肯定很快能拉出一首曲子 比如说小星星 他可能就是家长也不懂 他就特别很开心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真正的我认为重要的教学是基础教学 没错 就是把左手右手一切东西都非常正规化 然后培养出来 我预料过一些特别小的孩子 他拉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他就是右手拉不快 这就是原来做的错误 他最快指的 但实际上如果有手腕 给他很快 所以这就是没有按照正确的路走 做不到拼命机就荒飞到了 没错 他无论以后做不做这方面的工作 你可能以后是清华北大 也有可能以后是中央音乐学院 无论他做什么 但至少他学的一个模式是正确的 会越学越好 没错 在一条正确的路里走 这是很重要 越给我们带来一些享受的这种事情 但可能越是需要我们前期的一个巨大的一个付出和投入 很多不会拉小极琴的朋友 但是特别喜欢收藏这个乐器 是的 就是包括这个小极琴本身 还包括这个琴弓 是的 因为这个小极琴是一件升值的乐器 升值乐 从理财的角度上 绝对是升值的乐器 它的价值可以说是 比如说现在17几几年的Stradivale的小极琴 17几年 可以不知道卖到多少钱 那无价值宝 如果它拍卖的话 那不一定是多少钱 小极琴里面 鼻祖是Armati的小极琴 Armati的学生Strad的Guanelli 我只说这个他们非常著名的这两个宿舍大师 他们的小极琴真的是承载了一个历史的传承 几百年 我们看见这把小极琴 你可以在头脑里无限想象它承载过来的那个历史 在克拉莫大小镇里 他在克拉莫大小镇里 那个两个小作坊 Guanelli和Stradivale都在 那一个时代 克拉莫大小镇承载了一个辉煌的至亲室 所以传到今天 除了有动人美丽的音色以外 还有无尽的故事 就是我觉得他们承载的 而且在这几百年当中的话 等于是这把琴一直在发出声音 而且有无数的这个优秀的小极琴家都演奏过 甚至有一些名琴的话 他的档案是很清楚的 哪年到哪年他曾经在哪里 哪年到哪年曾经在哪里 所以真的是他是一个文化 一个历史 一个艺术价值的一个传承 然后同时他居然到现在还能够放出很好的音色 还能上台演奏 这个是令人到现在大家也不知道 为什么四川莫大小镇承载能发出那么美妙 有的人说是油漆 有的人说是什么 反正说了很多 但是没有一个定律 大家都在研究制作 都在模仿 用同样的木料 同样的油漆 同样的手法 同样的弧度 同样的宽度 长度 就是发不出来同样的事 不可替代 是